這個白香果熟了耶 我們的土跟白香果終於熟了 這是滿天心的品種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什麼呢 我們來泡茶喝 那翔安說 我們的小編說 他會做那個白香果蜜茶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 成果囉 OK Let's go 我剛剛已經把白香果 我洗好了 我們現在要把白香果泡到茶裡面 那這個是剛剛翔安 早上泡的蜂蜜柳丁茶 那我們一樣要把它這個白香果 把它放進去 好 那我教各位怎麼樣 白香果怎麼泡很簡單喔 都不用刀片你看 你怎麼放成橫的 然後把它壓下去用你的四根手指頭 壓下去之後 它就打開了 打開之後呢 切切的把它剝開 哇 你看 這裡都是白香果 哇 配樂一下配樂一下 好 那我們就把白香果肉 喔 你看 喔 這個 湯汁那麼多 你看 果肉跟湯汁一起放下去裡面 我們現在在拍美食節目 好 打放進去之後呢 我用半顆就好 這個應該很甜吧 我們先我們先吃 先試量看它到底 甜不甜好了 哇 丁呀 真的 很甜喔 我賣瓜 哈哈哈哈 我們一菜工程了 這個 這個是不是也很棒啊 這個 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太厲害了 這太厲害了 好 我們現在呢 把半顆放進去齁 你看還有半顆 你看 果肉那麼豐滿 你看 是不是很棒 好 那我們再加一些 柳丁汁下去 好 這樣一杯 蜂蜜柳丁百香果汁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品嘗看看吧 好 我仿佛在 在一個柳檬店 有沒有 有沒有好多人在那邊 八百香果 好喝 OK 以上就是我們的圖跟百香果 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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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